我现在讲1268个考点 我能回答你的问题 重点回答 回答是什么呀 同学们 回答是answer answer 这个question 代表着学习中的问题 answer the question 回答问题 answer the question 回答问题 这个问题 代表着学习中的问题 你比如说 我能回答你的问题 这是主语 这是谓语 这是宾语 我再说一遍啊 日常生活总的问题 需要answer 学习中的问题 经好 日常生活总的问题 需要answer 学习中的问题 需要解决 日常生活总的问题 需要解决 学习中的问题 需要回答 我再次强调了啊 answer the question solve the problem 学习中的问题 需要的是 听好 回答 搭配的是answer 生活总的问题 需要的是解决 solve 千万给老师答对了 太重要了 太重要 我能回答你的问题 I can answer your question I can answer your question 我能回答你的问题 多么重要啊 那是重要吗 那不太重要了吗 1200 69个点 这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是主语 这是系动词 这是表语 这不就是主系表结构吗 同学们 这不就是一个主系表结构吗 什么答案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 你这不是定语吗 定谁呀 定答案呢 这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个结构 主系定表 能一样吗 能一样吗 不一样 主系定表 能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了 当然不一样了 来同学们 注意结构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问题的答案 用to 这玩活吗 老师为什么用to 做后指定语啊 我不讲过吗 一一对应的关系 你比如说 房门的钥匙 门的锁 问题的答案 那不都是一一对应的吗 你们听不听过这样一句话 一把钥匙 开一把锁 你们听过吗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拿你家的钥匙 开我家的 这种不行 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 我们就用to 就这个你不学能行吗 你告诉我 你不学能行吗 所以 一定要会 就这个to 考试为啥不考你 不考你的 跑了你的 来同学们 这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this is the answer this is the answer 主 这啥 这啥 定语呗 定谁 定answer呗 这就是 这个问题的答案 你看看 老师 你的定语方 后面干啥呀 超过一个词的 主 细 表 定 老师 你讲的太好了 学吧 啊 学吧 把孩子培养好 才是最重要的 知道吗 知道吗 努力学 主 细 表 定 放后面干啥呀 超过一个词了 我的起名 叫后置定语 啥叫后置 放后面啊 哎 你看这个 哎 你们看这个来 一个美丽的女孩 为啥放前面 这不就一个词 说定语吗 你再比如说来 一个戴眼镜的女孩 为啥后置呢 这不超过语词了吗 你再比如说 一个叫 Lucy的女孩 这不也是后置定语吗 定谁 定女孩啊 女孩被叫做Lucy啊 过去分词做定语了 你看 前置定语 放修词词之前 后置定语 放修词词之后 这不就前置吗 这不就后置吗 放在修词词之前的 叫前置定语 放在修词词之后的 叫后置定语 这不就完活了吗 还有啥可说的呀 就这么简单呢 So easy So easy 多简单个活 对不对 还有 还老师你说的定语从修 算前置还是后置 大哥们 哥们们 朋友们 定语从修算后置 定语从修算后置 因为定语从修 是在被修词之后 所以他叫后置 大哥们 定语从修算后置 你们一定要记住我这句话 一定要记住我这句话 定语从修算后置 来继续我先走 1270个点 这是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嘿呀 主语 系统词 定语 表语 那么这里面又出现了一个 solution solution是哪个词的名词呢 它是soul的名词 我刚说完 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需要解决 而学习中的问题 so your answer 所以 problem 代表着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那么 我们用to 表示这种 意义对应 一个问题 对着一个解决方案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多重要啊 考点一会 啥题都会 明白 你考点不会 你啥也不会 this is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这就是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主语 系统词 表语 主语 系统词 表语 仍然是 后置定语 定词 这不就完事了吗 同学们 难吗 你告诉老师 哪难啊 同学们 1271个点 你们两个都不对 所以很多孩子说不计格 你这是怎么学的呢 你怎么能把这么有意思的学科 学个习碎呢 你是怎么做到 你是怎么成功做到的呢 同学们 你是怎么成功做到的呢 你咋能把这个学个习碎呢 你是咋学的呢 不应该学的不好 英语很有意思 你们两个都不对 比如说我是张三 他是李四 我们回答一个问题 老师 老师 我们谁说的对呀 老师 你们俩都不对 准 说什么 来 boss 两者都认识不 反义词 两者都不 neither neither做主语的时候 谓语动词 可以单数 可以复数 neither做主语 谓语动词 可单可复 你是单也行 你是负也行 你看 你们两个都不对 neither 两者都不 你这个boss 是两者都 两者啊 三者可不行 你这个neither 两者都不 来看 neither of you 你们两个都不 你这不是借词吗 你借词后面借的是啥 哎 你们猜 来同学们给我猜一个来 你说这个又是主格 还是兵格 来你们告诉我呗 你们说 这个又是主格 还是兵格 谁能告诉我 我看你们谁厉害 这个又是主格 还是兵格 谁能告诉我 啊 主格还是兵格 哎 兵格 你借词后面 不得是兵格吗 neither做主语 未语动词 用单数 neither of you is right 老师啊 行不行 行啊 但是一般都用单数 我说一般 都用单数 neither of you is right 你们两个都不对 你说的也不对 他说的也不对 你们俩说的也都不对 继续 1272个点 我们宗每一个人 都喜欢英语 来 我们宗每一个 就这个考点 我跟你们说 我跟你们打两个重点上 港港宗了 老重要了 你们知道吗 你们说啥考点呢 主格加each 等于 each of 加兵格 主格就是 主格懂不懂 爱是主格 命是兵格 能懂吗 做主语的 人称代词的格式 就叫主格 主格加each 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英语 主格 我们 each 主格加each 那这个 微语动词 取决于谁呢 当然取决于第一个词 因为他是主语 而这个each不是 能不能听到 we是主语 each不是 we each like english 我们每一个人 都喜欢英语 这不就玩活吗 这玩活吗 老师那是咋不叫s呢 主语是我们 大哥们 哥们们 第一个是主语 来 第二 同一句 主格加each 等于each of 加兵格 相当 老师为什么用兵格呢 借此吗 你借此后面必须用兵格 你有啥说的 你借此后面必须用兵格 你有啥说的 必须兵格 你借此后面必须用兵格 你没有选择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你的借此后面 必须给老师用兵格 你们千万给老师记住了 对 跟我一起想 借此后面用兵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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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对了 说的真聪明 each of us 这不是兵格吗 来你看 我们都喜欢英语 each of us 这回主语 可是一诗啊 来同学们 你说我这个like写的对不对 回答老师 来来来来 主格加each 等于each of the being 这块说完了 我这个like对不对 哎同学们你们说 我这个like写的对不对 你们就说吧 你就说我这个like写的对不对就完了 你们说对不对 啊同学们 你们说对不对 指定不对 为啥不对呀 你咋不咋s呢 为什么呀 因为主语是一尺 真聪明 你们可真棒 你们可真棒 一点不上当啊 你们可真棒 我们是主语 原型 一尺是主语 单三 真棒 就考着 这些出色的家长们 你们太棒了 你们太棒了 都打对了 真好 还真好 each of us like English 所以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 啊 主格加each each of加宾格 虽然香的 位语不一样啊 那么老师给你们总结好 看这啊 位语 是单数 你这个位语是单数形式 你这个位语动词 是原型 会的吗 看看 这小词多帅呀 这小考点 帅不帅 就这四千个考点 学会了 你不起飞了吗 你还一天 笨笨渴渴渴的 让孩子给人琢磨 儿子啊 姑娘哪个是考点 他能知道吗 他能知道吗 很多老师都不会 你还说学生呢 我的妈 很多老师都整不明白 你还跟他谈学生会不会呢 这些考点 孩子们不会送钱 但是我告诉你 四千考点是什么 你就不走弯路 考试不够分 拿高分 拿满分 摆脱不计格 你不开心吗 是不是 那你为啥不学呢 想啥呢 你把我这一节课 你就把我 把我讲这一节课 拿去补课班 我告诉你 值五百 你记住一个事啊 学校老师讲课 你就记住一个事 有件的老师讲课 学校老师讲课 教了二十多年的老师讲课 和你补课班 永远都不太一样了 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就行了 你就琢磨去啊 我跟你说清楚 尤其是这个 需要经验 需要经验的累积 否则你都算了 考点是谁 你们有累积吧 往下看 街道两边都有数 对 考点是我写题是我出 课是我讲 你就听吧 街道两边都有数 我这不再跟你讲的吗 挖了挖了的 三个同一句 妈呀 老师还写三年 你一个我都写不上 有考点 each 或either 表示 两者中的 每一个 他皆名词 用单数 看着啊 别留号 你们不要留号 你们不要留号 各位同学们啊 留号你可蒙了 蒙圈了一会儿啊 你都找不着了啊 别蒙圈 听我说话 听我说话 each 或either 接名词 用单数 每一边 还有一个就是 boss 他接名词 用复数 两者都 两者中的每一个 怎么区分呢 怎么区分呢 单数 你用each 或either 复数 你用boss 看啊 街道两边都有数 来吧 别人必去试 有大数 在哪儿 街道的每一边 on 都是每一边 each either of the street 都行啊 街道的每一边都有数 老师 你缺个词 真聪明了 我看谁看着了 谁说我缺一个词呢 我先不先收拾你们 你们说我哪儿缺词 来 缺啥 说话 这句话缺个词 找啊 同学们 这缺词 哎呀 你看看 眼神呢 这缺词 这哪儿呢 老师 去哪是缺词呢 我看谁眼睛好识 这块缺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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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啊 快点找 快点找 啊 缺个塞 单数的边 哎 这不找着了吗 对了 再来 有大树 再接到的两边 我换boss了 我边 就加s 我如果用 each或either 我就接单数 我要用boss 我就接复数 能一样吗 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 相当不一样 特别不一样 我们一定要 牢牢记住 牢牢记住 啊 哎 接到的两边 of the street 看 each either side of the street boss sides of the street 都是对的 这个题 考试原题 太重要了 尤其我后写这个side 谁没看着呢 啊 为什么呢 可了不得呀 你们呢 可了不得呀 把它看懂 把它记住 明白了吧 不得呀 谢谢大家